1.1倍吧 每5年就會做一次啊 每5年就會做一次 所以就是一定要5年為一個單位 不能把它變成是1年的 不行啦 每5年耶 對 這種每隔多少 我們就會用一個衣服 然後年會除上一個東西取餘素 你知道嗎 你只要除上5 餘素是0 表示是整除嘛 然後你這個B的條件才會成立嘛 如果成立就讓它成1 B會等於B乘上1.1 所以它裡面那個成長的係數就增加 不會是固定的 不過這題好像它那個進步的速度有點太慢了 所以它這題大概好像會跟上一題大致一樣 對啊 因為我一開始好像有print出來 就是也是一樣 我想說應該有錯 所以就有點問題 裡面好像是整口數量成長幣 太快了 對 太快了 所以雖然有進步它還是可能5年後 還是會小一點 一定會 就是打仗之後掛了 剩下10%還是不夠 那不然如果這個改成每一年 每一年的話 應該很會好一點 所以要改成 不然每5年增加兩倍 或是三倍 兩倍 沒有 還是 那我要整菌 如果改5倍 會不會兩絲 有可能夠 夠吃 這我來試試看好了 那我是先照這個鞋 還是 你都照這個鞋 好 然後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問題 是 那個 那個 那大家如果配偶購寫好 那大家把它放進去 寶采一起寄給我 OK 就是 第12題是 它是要找出 就是每一個最高分的ID 對 然後我已經 就是 就是我現在已經找出它 就是只有第二題跟第三題有問題 然後 我用出來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讓它 我已經把數字 我數字已經有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讓它是分數去比大小 它是前面的數在比大小 就是它是ID去比大小 它不是 就是沒辦法 就是 就是 排序curl有一個內定的 那個 function 叫做 solve 好像不是排序的問題 因為 它這一點是要找出 最高層級的 那一位的ID 對 就是我已經可以用 我已經可以找出它的ID 只是我 我已經可以找出它誰是最高分的 只是我沒有辦法 把它對應的ID 用出來 問陳君 是要用hash 我們的fitting 不就有一個根據 element的大小 抬它的ID 有沒有印象 是用hash嗎 我看一下 你有沒有陳君那個pso fitting的code 沒有 我還沒給你它 沒有沒有 好啦陳君 你先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 配偶往內探的地方 在這邊 對 我們主宰是有 就是丟到 主宰是有 每一個node 每一個code 去算完 之後會比較它的 那個fitting 對不對 來 我們打一下sort sort sort 對 放大一點 好 來 大家看這一行 Pearl裡面有一個內定的方式 叫做sort 它不只是去比較數字 也可以比較文字 文字它是用ASCII的碼 編01234 但是我們這邊如果是比較數字的話 就是用這個鑽石符號 那我們比較東西的大小 是根據這個矩證裡面的值喔 但是我真正要排去的是裡面這個ID 所以它這個出來的是什麼 一個index 是 是 index 然後它這個index 會幫你01234 它對應的index 其實就是這個矩證 AB的話是 由小排到大 還是由大排到小 還是由小排到大 因為我們這邊取0喔 你如果不要這個的話 變成什麼 就是它只會把原本的陣列 對 因為這邊沒有意思嘛 因為這邊的順序 我原本就知道 對 所以 通常我們這邊是一個矩證 然後矩證裡面含有值啦 然後你如果是比較APL 它會把這個矩證裡面的值 一個一個帶出來 然後會幫你的矩證喔 從小排到大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目的是 要求這個矩證的ID 排序 但排序是 要根據什麼理由來排序 是把這個ID帶到矩證裡面 越小的就排 它的ID就是排Element0 對啊 你剛剛的問題這樣一排出來 一開始我以為sort是 沒有那個掛號 就是我以為是直接 把那個陣列 就是我一開始用sort的時候 我知道sort的話 它是排這邊嘛 但是其實這後面還可以寫語法 就是這裡面變成語法 喔 標準 所以那ID加就寫出來 對 那大概應該 就大概問題是這樣 我這禮拜五應該會完成 好 然後就是我這禮拜改的那個科技部的計畫 對 就是我第一年的 我已經改到 PSO的這個 嗯 就是我這禮拜會把第一年的 就是用 這樣 嗯 OK 大概是這樣 欸 這邊 大部分都是 前面的學長線 是不是 對 DipMD是新的喔 所以DipMD要趕快看一下 DipMD我是寫在第四年那邊 就是寫在最後一年 我自己那邊 第四年喔 第二年啊 第二年 我們寫計畫通常都會寫很多年 但是 其實就是我們 就是你們這兩年要做的事情 第二年啊 因為這邊最主要是 要用DipMD的方法 對 所以他前面的就不用再 複寫一次喔 就是 第一年就是 參數準備 然後MEM的Fitting 對喔 第二年就是 就是 喔那前面的學長用的就不用了 就是 他有一些 像是這個 像是這個 諾羅諾伊法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創造的 喔 標準 對 喔 就是 那你沒有用到 就不用了 對 就刪掉嘛 那最主要是要發展DipMD 喔 OK 那我這禮拜先把這邊寫完 下禮拜就開始寫DipMD了 對 那你可能 禮拜五報告的時候 你PayPal就報告一下DipMD 好 就是 DipMD的方法 對 所以是直接找DipMD的PayPal 方法我跟妳講 你如果方法看得很模糊 沒關係 你把 後面的結果報告一下 他後面的結果一直都在比較 傳統的MEM 或是其他的試能 跟他這個DipMD的試能有什麼差異 OK 那其中有MEM比較的那個表格吧 OK 好像是他的DipMD的發展 有些材料參數跟實驗比較接近 比MEM還要好一點 好 那我禮拜五再 好 好 大概是這樣 我可以講的 那沒有 我可以講的 會不會來 我可以講的 谢谢观看